目前巴黎污水处理厂 是收集大台北地区 14个乡镇市 还有基隆七毒及暖暖 污水首先得经过 机械式的蓝污渣 较大的杂质 或者是无法分解的垃圾 会在这里先被去除 接着污水便会进入到 铺气式沉沙池 连串气泡上飘 带动水以螺旋的方式前进 污水中较轻的污泥 将会随着气泡攀升 而比较重的沙粒 则会沉淀到池底下 接着污水会流入初级沉淀池 静置72个小时 解由重力的作用 污泥会慢慢地沉降到水底 刮除的污泥 接着会被送往污泥浓缩槽 在这里降低含水的百分比 之后再送到淡形的消化槽 进行均匀搅拌 让槽内的甲碗菌充分地进行 艳阳消化 进而就能产生沼气 由于沼气的成分除了甲碗之外 还有二氧化碳 硫化氢以及水蒸汽 沼气必须先进行脱水 将水蒸汽给滤除 之后再进入脱硫装置 由上方洒下的氢氧化钠溶液 可以中和酸性的硫化氢 以避免机器遭受侵蚀 剩下来的甲碗 则进入涡轮机开始燃烧 发电 处理后的水则加入次氯酸钠 将有害的维生物减少到标准以下 借由海洋流放抽水站 送往距离海岸线六公里的地方 再借由海水 将家庭废水稀释六百倍以上